本土23,045例创近2月新低中南部确诊数明显下降 国内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降温 4日本土个案新增23,045例,创近2个月来新低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分析 目前中南部新增数快速下降 北部地区则略趋缓 后者可能是因为暑假人流增加与确诊总数降低 但仍乐观看待下降趋势 4日中重症增167例,其中69例死亡 年龄介于未满10岁至90岁以上 包含1例1岁儿童脑炎死亡个案 同日,台湾今年采购的第4批辉瑞儿童 进行疫苗59.04万剂抵台 迄今今年采购共220.32万剂以全数到货 将用于为5至11岁儿童施打基础剂 考量全球疫情回升21%入境 总量占维持每周2.5万人 疫情指挥中心4日公布最新境外移入病毒定序 新亚型变种病毒新增112例 其中BA0.4珠17例 BA0.5珠95例 皆于边境篮下 这两种病毒株占过去一周境外移入确诊的六成 全球疫情近期回升21% 欧美增幅大 日韩新加坡等国个案数同样上升 因应暑期旅游增加 及BA0.4及BA0.5威胁 指挥中心占维持每周入境总量2.5万人 国内抗疫也雇振兴 交通部补助自由行旅客最高1300元方案将于15日上路 观光局4日下午开放民众线上登记 目前已有超过5000家旅塑叶参与 新北昨午后雷雨多储基淹水 6日前中部以北防大雨 中央气象局4日下午针对北北基等15县市发布豪雨及大雨特报 处于淹水警戒范围的新北市 包括新庄区树林区及卢州区石两辆超过50毫米 造成多储基淹水 网友发布新庄区凤翔社区及中正路辅大等路段和武林街积水影片 提醒人车注意 至4日下午5时 时雨量以新北山加92.5毫米最多 同一时间台北市以北投区72.5毫米最多 根据未来一周天气预测 6日前中部以北午后与南部人可能有大雨发生 7日或8日起天气逐渐稳定 歌手朱立靖抗癌两年病逝超偶三总冠军美声笑容成追忆 以超级偶像三选秀节目冠军出道勇敢对抗乳癌两年的歌手朱立靖三日晚间病逝 享年40岁 朱立靖去年初在新专辑记者会上坦言发现罹患乳癌 在治疗期间强忍身体疼痛录音 并乐观表示想要透过音乐留下好的影响 医师建议35岁以上女性可每年在固定医院进行乳房超音波 以立即早发现年轻乳癌早期治疗 网传上海公安系统大量个资外泄时一笔要价20万美元 中国网络疯传疑似大规模个资外泄案 近日有骇客在网络论坛放话称都售上海公安系统资料库 内容包含10亿中国公民的个资要价20万美元 根据网传截图资料内容巨量且详载警方情资 如报案时间报案人电话与报案人描述的具体事件等 网友分析 这份资料可能从阿里云等中国民间私有云端资料库外泄 乌克兰部队撤离卢干斯克大城战场重心转至盾内此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部3日表示 部队已被迫撤离东部大城利西昌斯克 这代表顿巴斯地区的卢干斯克州几乎已全部落入俄军手中 乌方表示 这项战术性撤军可让军队重新集结 在西方长城武器助阵下吹起反攻号角 英国军事研究员分析 乌克兰的立场从来就不是保卫一切 俄方试图把攻陷卢干斯克夸耀为战争的重大时刻 但已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乌国卢干斯克州长表示 俄军占领卢干斯克后 将把战争重新转至临近地区 并设法夺取整个顿内茨克州 斯里兰卡缺燃料也缺现今学校继续停课 中国一带一路让穷国背负隐性债务的影响预见显著 斯里兰卡长期欠下510亿美元巨额外债 2026年以前需偿还250亿美元贷款 由于近期没有燃料供应商同意赦账 当地官员表示燃料库存仅供卫生和港口工作人员 公共交通和食品分发等基本服务使用 经济崩溃引发政治危机 全国各地皆出现反政府抗议活动 抗议群众封锁主要道路 要求政府供应汽油和燃料 还有地区民众增强有限的库存燃料 由于没有足够燃料让教师和家长送孩子们上学 斯里兰卡三日将学校停课时间延长一周 能源部长呼吁海外侨民透过银行汇款回国内 帮助政府进口石油 意大利山区冰川崩落酿648伤一创记录高温所致 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最大冰川三日崩塌引发雪崩 已知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 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中 一枚报道指出伤亡者包括外国人 灾难发生前一天 冰川顶峰测得涉事时度创记录高温 学者表示 这场意外与暖化异常高温以及冬季干燥降水大量减少有关 冰川原本应在8月中崩塌 而非7月初 好市多卫生纸每串涨24元全联爱买等量饭价格未调整 好市多自由品牌卫生纸 自5月从每串新台币335元涨至365元 7月1日起再调涨至389元 涨幅约6.6% 好市多表示 主因原料与运费涨势已不得不反映在价格 全联爱买与加勒福则表示 目前未接获卫生纸涨价讯息 旗下拥有春风蒲公英等卫生纸品牌的职场震龙表示 原料近年涨幅剧烈 因此涨价势在必行 但目前还不是卖方市场 需要观察第三季需求 有无回升再决定 永峰时表示会密切观察走势 事实调整价格因应 台湾少棒睽为7年重返 美国威廉波特体操小选手 国际赛摘一金三银四同 世界少棒联盟亚太区少棒锦标赛 4日由台北市弗林国小夺冠 将赴美国威廉波特打世界赛 台湾小将在亚太区冠军战 与地主韩国队交手 不受最后半局争议判决影响 顺利夺冠 球员教练都累撒球场 这是台湾少棒队在相隔7年之后 首次打进世界赛 另一方面 一人瑞莎成立瑞星运绿体操协会 致力推动台湾运绿体操发展 三位不到10岁的小选手 仅练习一年多 首次出国比赛就在土耳其拿下一金 三银四同成绩 瑞莎强调会继续努力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美丽和力量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警察